你有看過抑鬱嗎 就算你沒有看過抑鬱 相信你也聽過抑鬱啊 今天我的學習筆記歷史開箱 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裡是中貞新村 當初中國大陸全面抑制的時候 仍然有一批孤軍 在背後奮勇英勇的抵抗者 後來他們撤退到桃園的中貞新村 今天我們來講一講他們的故事 說到中貞新村 不得不提到一個美食 沒錯啊 那就是米乾 這個不說不知道 一說嚇一跳的食物 是很多中立人的摯愛啊 一天三餐都可以吃米乾 這真的讓阿牛我心驚驚 那麼重點來了 米乾板條跟河粉 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最主要的還是口感 還有製作方法上的不同 米乾外形酷式板條 但口感跟香氣卻截然不同 米乾的口感綿滑 而且米的香味強烈 讓你沒有辦法忽視它 板條的話就比較有彈性 米的香味也比較淡 那為什麼米乾要叫米乾呢 米乾來自雲南 雲南的普爾稱之為米乾 昆明叫它捲粉 廣東人則稱它為長粉 嚴格來說他們都是用再來米漿蒸製而成 只是比例各不相同而已 不過台灣賣米乾的地方 多半集中在桃園龍岡的中貞新村 這個前眷村的所在地 因為這裡是1954年 第一批撤退來台的 顛緬孤軍新建的眷村之一 開頭的時候我們有講到 意欲這個作品 這些顛緬孤軍的故事 從1961年開始 由作家柏陽用鄧克寶這個筆名 以即時報道的文章形式 用血戰意欲11年當作標題 在智力晚報社會版聯載 但在同一年出版發行的時候 覺得故事內容只寫了11年中的前6年 所以把書名改為意欲 是一本充滿戰鬥氣息的小說 這本小說堪稱真正的反共文學啊 不是那種謾罵共產黨的教條文章 而是真切描寫前線軍人欲學奮戰 而且反深檢討國民黨如何腐敗 導致局勢萎靡不可救的作品 在意欲裡面 他們渴望金錢 更渴望金錢所能購買的武器 彈藥 糧食 醫藥 之所以如此可求 是因為國民黨的將官 總是可以找到機會 發揮強大的貪污能力 層層剝削 小說不只一次寫到 孤軍聽到上頭撥發了軍費 但孤軍依舊刻苦作戰 什麼都沒有 唯有將官們在曼谷的房產 是一筆一筆在增加 1990年 意欲更被改編成為電影 由朱彥平指導 朗雄 柯俊雄 劉德華 火中華等人演出 主題曲是王傑唱的 《家太遠了》 還有《雅細雅的孤兒》 雖然阿牛哥當時還小 但還是看著人類盈眶 他們之所以被稱為 《泰緬孤軍》 是因為國共內戰期間 國軍退守台灣以後 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 只剩下雲南一省沒有淪陷 當時協防雲南的國軍 在共軍的追擊之下 只剩下李國輝跟譚宗的部隊 從雲南突圍 輾轉流落滇緬邊界 從此在原始森林裡面 過著打游擊戰的生涯 成為深陷異鄉的孤軍 這支史稱《抑鬱孤軍》的部隊 在戰爭、瘧疾、猛獸還事之下 依然堅持著反共復國的信念 還曾經幾次反攻雲南 在抑鬱奮戰長達30多年 後來因為國際的壓力 孤軍歷經兩次撤台 民國42到43年間 第一次撤回了6926人 安置在桃園隆岡的中貞新村 也就是我們今天到的這個地方 經過幾十年的開支善業 隆岡已經成為滇緬泰族裔的大本營 散發著多民族融合的燦爛文化 桃園的隆岡地區 橫跨了中壢南側、平鎮 巴德的金三角地帶 原本叫做厚寮 隆岡這個名稱是在1954年 由我們戰功標秉的 胡連將軍所命名第一 當時身為陸軍第一野戰軍團司令的他 決定將軍團指揮部 從台北移到後寮 並把這個地方重新命名為隆岡 以呼應台灣南部的軍事重鎮 隨著束手中樞的陸軍第一野戰軍團司令部簽陸 陸軍第一士官學校 也就是今天的陸軍專科學校 1957年在這裡成立 隆岡也因此成為了北台灣重要的軍事區域 大量的眷村都設立在這個地方 而其中之一就是我們今天所在的中貞新村 太緬孤軍來台的國軍部隊跟家眷 在重新整編以後 由國防部附名為中貞部隊 象徵顛緬軍眷的中貞精神 而國防部於1954年 在中立市跟平正市交界的隆岡地區 興建眷村534戶以後 依照部隊的番號 把它命名為中貞新村 民國50年再度撤回4400人 沒有回來的部隊兄弟 始終沒有被泰國承認身份 成了泰緬邊界的難民 直到後來游擊隊幫助泰國剿滅泰共 身份才從難民變為義民 現在的中貞新村原子 在眷村改建規劃之下 目前已經成為駐商大樓 但在地深耕的企業仍然努力保留 附近還沒有被拆除的眷村特色 把老舊的基督教教堂 以及聖德幼稚園 重新整建成為了文化園區 現在的年輕一代 重新建立經營團隊 讓老眷村賦予了新生命 透過園區整體的規劃 保留了眷村風貌以外 帶入了現代感的設計 並結合藝文活動 餐飲品牌轉型 舉辦節慶之類的等等 讓園區有了新的生命力 園區最具知名度的餐廳 是由50年老教堂改建而成的餐酒館 加上了年輕人的新觀念跟創意 讓老房子有了新生命 老食物有了新靈魂 讓顛免餐飲 傳遞了更多的文化跟故事 也讓商圈有了新氣象 那說到這個園區最特別的 就是異域故事館了 異域故事館的創辦人王根生 原本就是個緬甸華僑 父親是遊籍隊員 民國54年 情報局會發展敵后遊籍武力 在泰緬邊界的馬抗山 建立了格治灣基地 設立了四個工作大隊 統稱光武部隊 王哥15歲的時候繼承了副治 加入光武部隊 多次深入大陸執行情報工作 並派遣特遣小組滲透雲南境內 秘密發展遊籍武力 其間也備受免共的襲擊 爆發了多次的戰鬥 民國64年 因為聯合國的壓力 以及其他多方因素 任務結束 光武部隊裁撤 民國68年 王哥回到台灣 經安置在忠貞新村 在這裡落地生根 過去孤軍作戰 草木埋絲的歷史 不應被侵蝕所遺忘 所以希望透過故事館 讓這段故事可以永遠流傳下去 這邊還有提到 當時美軍希望國軍的這支部隊 可以牽制住共產勢力 讓美國可以專心應付韓戰 不過美軍的長相你知道的 跟我們東方人長的就是不太一樣 所以很容易成為焦點 而不敢進入顛免邊界的叢林裡 於是找上了光武部隊 美國提供所有軍火補給到遼國 遼國把補給物資送到泰國 當時光武部隊的資源 也就都是美國的裝備 美國最初的目的是要 光武部隊牽制韓戰 當時的遊擊隊員都是副職輩 後來爆發越南大戰 美國又必須開始牽制越戰 所以王哥在遼國期間 是配合美國中央情報局 在遼國的叢林裡面 幫助美國人搜尋遼國的共黨營地 找到了以後 立下坐標回報 提供資訊讓美軍前往轟炸 不只幫忙美國人搜尋遼國共黨營地 王哥曾經深入淪陷區 雲南狼艙搞破壞 借以牽制中共 意欲故事館 目前都是採網路預約 免費導覽 大家可以先上網預約 不過阿牛哥原本想要預約 給大家更好的視覺體驗 但居然已經排到兩個禮拜以後了 只能說真的很熱門啊 前陣子郭董可是也有來過哦 只是不知道郭董有沒有預約就是了 展區內有一句話 戰爭沒有贏家 也沒有一場戰爭值得被歌頌 沒有一場戰爭是偉大的 當戰爭結束了以後 軍火商繼續生產 販賣更多的武器 政客尋找的是 如何摩得一個好位子 像我們這樣的小老百姓 就只能尋找自己孩子 以及親人的墓碑了 台灣光復至今 在國人的共同努力之下 台灣從赤坪走向富足繁榮 全台上下一心 共同創造台灣前燕角木的經濟奇蹟 國家的安定 經濟的繁榮 其實得之不易 我們更應該要好好珍惜 英國小說家 薩克萊曾經說過 金錢可以買武器 但不能買和平 但對我們而言 購買軍備卻可以提升對方 想要攻打侵略我們的成本 一旦這個代價高到難以承受 他對侵略這件事 也會再次三思 雖金錢也許買不到和平 但可以讓我們被侵略的可能性 大幅降低 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 已經持續幾十年了 近期中共在台海進行的 灰色地帶策略 更彰顯了它的侵略性 軍事戰術已經全面升級 顯著的戰略目標 也就是把台灣形塑為 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 不斷塑造台灣跟淪陷區 隨時都會打起來的感覺 降低外資來台的意願 削弱跟阻止國際社會支持台灣 並步步對我們進逼施壓 我們不會主動去開啟戰端 畢竟我們沒有想要去侵略任何國家 就拿多拉A夢來舉個例子好了 胖虎整天威脅大雄 說我們要當好朋友啊 但如果大雄不肯的話 胖虎就說 你不跟我做朋友是你討打 這好像哪裡說不太過去吧 好 這邊就是忠貞心聲的故事了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這個故事呢 這邊的現場是還挺有感覺的啦 你還想看我們開箱哪些地方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囉 也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並分享入序 那我的學習筆記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